我想應該不是偶爾 應該是常常有這樣的一個新聞 才會有這麼大量的 因為他嘴巴有長東西 他打了雷射 火箭外科醫師要他來打子宮頸癌疫苗 我們就好幾次他嘴巴打開 結果發現他打雷射的地方 都已經翻擺了很多 大概三四個地方 我就說你這是癌症 他不是是菜花 那為什麼他的醫師 需要他來我們副展科 打子宮頸癌疫苗 因為我們知道菜花是6跟11型 但是一個人得到病毒他不會6型 11型得到其他不會得到 他可能16、18、31、33、45、5258會得到 那我們知道口腔癌 跟人類乳酪病毒第16型有關聯性 所以這個病人他打子宮頸癌疫苗 因為這支酒駕的疫苗 他可以防止61菜花 16、18癌症 3、13、45、5258都是跟子宮頸癌有關 所以他打的菜花 他菜花是用雷射治療 但是他用疫苗來防堵 下一波的病毒攻擊 得到癌症的可能性 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要他四月打一劑 六月再打第二劑 十月再打第三劑 因為通常子宮頸癌疫苗要打三劑 在半年之內 第一劑跟第二劑差兩個月 第二劑跟第三劑差四個月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 官僚會長可以接觸很多奇怪的位置 比如說有28歲長在舌頭 有一個18歲的少女 幫他男朋友打手槍 這裡長了菜花 所以手裡長菜花 石頭長菜花 像我這個65歲的 以上他長在喉嚨裡面 我問他說有沒有口腔習慣 他燉了一下 說偶爾 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吃檳榔油 口腔已經開完刀 沒事的 可是他的下一波擔心的就是火癌 因為火癌的確是由人類乳毒病毒得到的 美國有一個男性 他得到火癌第四期 他也承認 他可能是年輕的時候 太多的性交對象 太多的口交 引起他的火癌第四期 所以人類乳毒病毒引起癌症 比如說男生的陰莖癌肝門癌 或者女生的子宮頸癌肝門癌 或者是外部癌 陰道癌 這個都是人類乳毒病毒得到的 而人類乳毒病毒 居然可以由疫苗來防堵 我會鼓勵十一到十二歲的少男少女 打一針 這是人類第一次打了疫苗 可以防堵一個癌症的 你說主管沒辦法打疫苗 但是你既然打了疫苗 可以防堵癌症 你何樂不為 那目前我了解的是澳洲跟金門地區 有針對小男生打子宮頸癌疫苗 那工會打女生子宮頸癌疫苗 我們台灣蠻多地區都有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保護我們人類健康的 一個免疫癌症的 或者是說免疫 活癌啦 子宮頸癌啦 陰道癌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保護網 所以我還蠻推薦這個子宮頸癌疫苗 那目前子宮頸癌疫苗以前有二架四架 現在是九架 它包含了十八六十一三一三三四十五五二五八這九架 那這個對於菜花的保護力是百分之九十八 對於子宮頸癌的保護力是九十六點七 所以蠻值得我跟大家推薦的 我們要講室的 我們要講室的 所以我們都要講室的 用心提搭